都说我是爱挑事的人 我绝对不是这种人 但是我挑起事来不是人 今天陈哥的采访 我觉得这边的街头派的人 说话是最有火药味 最嚣张的 我们就让街头派先出探 行不行 谁想揍他们就上来 比CBA的选手和街头篮球的 厉害的选手 到底能打成什么样 你们想站出来吗 你们怂不怂吗 我说大家想看吗 我觉得潮原你今天有点刺傲 哎不带麦 我就停了 我说不可以带麦 带麦掉剧了 不我看了就 我一和諸葛他们 就得派他们最想这个 因为他们很忌惮我们 然后我们就派一个 怎么说呢 普普通通的这拥吧 我觉得跟他们稍微对抗一下 然后就差不多了 他们已经害怕了我觉得 害怕了他们就输一半了 我看了这四个人 我也要跳你打了 别人抱我水我打不了 我打不了 你别欺负我 我就能欺负欺负你了 我看了 拿我这个第一届 这就是灌篮 总冠军的教练的头衔拉一来 综艺里啥 不一定谁说谁能搭带谁 我告诉你 诸葛 因为这不是真正的那个联赛 联赛经验 我肯定主队跟你经验比不了 综艺里我还能跟你拼一下 我得 不要 我得讲一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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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啥 你们这干啥的 哈 不问伦俊大哥能 收到多少公秀赎啥的 啊 有没有女孩喜欢他啥的 不错 没理会 那 refus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